小朋友 你喜欢钓鱼吗 和爸爸妈妈一起去钓过鱼吗 今天我们就要读一首有关钓鱼的诗 而且这个钓鱼的人也是一个小朋友 相信你也和多多一样 好奇这个小朋友到底钓到鱼了没有 咱们快去看一看吧 小儿垂钓 狐令能 蓬头至子 雪垂轮 这首诗是作者去乡村找朋友的时候 向一个钓鱼的小朋友问路以后写的诗 这首诗的作者胡令能呢 是我们今天要认识的一个新朋友 他呀 是唐代的大诗人 年轻的时候呢 家里很是贫穷 就以帮别人修补锅碗瓢盆为生 被人们称为胡钉角 钉角呢 就有洗碗补锅的意思 但是胡令能又十分的聪明好学 又很勤奋 诗写的也非常的好 他从一个手工匠啊 一直努力成为了一位诗人 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事情啊 小朋友一定要记住他的名字 胡令能流传下来的诗只有四首 我们今天读的就是他最有名的一首诗 小儿垂钓 这首诗里藏着很多有趣的画面呢 咱们一起来猜猜这首诗的意思 看小朋友分析的准不准确 第一句 蓬头至子学锤轮 小朋友 你猜猜蓬头是什么意思呢 多多想起了妈妈经常说 多多的头发乱蓬蓬的 小朋友 想象一下 一个头发乱蓬蓬的小孩子 是不是看上去很可爱呀 这个蓬头啊 就是形容小朋友可爱 质子呢 意思是年龄小的孩子 最后就是这个锤轮了 轮是钓鱼用的丝线 锤轮呢 就是钓鱼了 那么连起来说 这句诗的意思就是 一个可爱的小孩子正在学钓鱼 接着第二句 侧坐煤台草硬身 这里面有一个词小朋友可能不太理解 这个煤台 我们把它拆开来看 煤是说一种野草 而台呢 指的就是苔藓植物 整句诗的意思是说 这个钓鱼的小朋友啊 他侧着身子 坐在草丛里 茂盛的野草遮掩着他的身子 我们把硬的意思翻译成了遮掩遮硬 那到底是什么样的野草 才能把小朋友给遮起来呢 这说明啊 这里的水草真的是很茂盛 这个小朋友的身材呢 又小小的 才会被水草给遮起来 那么这个小朋友为什么侧着身子坐呀 小朋友 你在什么情况下会侧着坐呢 嗯 多多也侧着身坐了一下 原来呀 这个小朋友在侧着身 很认真地观察着自己钓鱼的情况 看来他非常期待自己能钓上鱼来呢 再来看看最后两句 路人借问 摇招手 怕得鱼精 不应人 是说一个过路人向小孩问路 小孩远远地向他摆手 因为呀 怕怕来的人把鱼给吓跑了 所以呀 就不出声回应这个问路的人 这个过路的人要干什么 小朋友又是怎么回应的 咱们来表演一下吧 多多就是那个路人 站得远远的 我呀 和老朋友已经很多年没见过面了 这次受到好朋友的邀请 特地过来拜访 可是几年不见了 这条路和小村庄都不一样了 我都不认得路了 这该如何是好啊 我得找人问问才行 哎 奇怪啊 远处有个小孩蹲在草丛里做什么呢 我来问问他 喂 小朋友 你知道前面怎么走吗 这时候 小朋友是怎么回应我的呢 对了 我这么礼貌地问路 这个小朋友不赶快大声告诉我 却对我摆手 原来呀 他怕把鱼给吓跑了 不敢大声说话 真是个机灵的小朋友呢 小朋友 如果是你在钓鱼 有人过来问路 你会怎么办呀 相信你一定也和狐令能 遇到的这个小朋友一样机灵 咱们呢 再来朗读一遍这首诗吧 小儿垂钓 狐令能 小儿垂钓 狐令能 蓬头至子学锤轮 蓬头至子学锤轮 厕坐煤台草应身 厕坐煤台草应身 路人借问摇招手 路人借问摇招手 怕得鱼精不应人 怕得鱼精不应人 小朋友 今天我们通过这首诗 还学会了一个常用的汉字 应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字最早的写法 是不是很有趣啊 那么你知道 应字是什么意思吗 应字啊 有很多的意思 比如代表着接受 代表着适合等等 在今天的这首诗里 应是答应的意思 答应也是我们常用的词语 用它来造一个句子 爸爸答应周末带我去动物园 好了 小朋友 今天的熊猫天天学诗词 就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